获奖的篮球场竟然被质疑设计有问题 为在古山区洁兴一街的兵分海滨动牛场 获得今年建筑原野奖公共景观大奖的肯定 不过却有网友指出篮球架设置在禁区内 质疑设计有问题 市议员简幻宗在议会质询时 希望独发局能做好改善 更希望能够靠这股热潮举办更多活动活络哈马星 最近在网路上掀起话题的篮球场 就非为在古山区新街一街的兵分海滨动牛场莫属了 篮球框放在球场进去内不符合标准的设计 造成网路上的负品不断 但这个篮球场却是获得今年建筑原野公共景观大奖的殊荣 简单来说在还没有整理之前 它是一个在城市背后的一个限制空间 然后那边沾乱然后堆满了杂物 那在市政府的整理之下 然后以及那个孤设计师的协助之下 我们就让这一个城市的老旧空间有一个新的生命 针对设计争议 独发局也回应 这个空间是多元化使用 这次的评比也是针对社区美化为重点 面对网友的质疑也会重新规划安全动线 以及篮球架的放置 但管理单位是古山区维生里 若是有任何变动也需要尊重当地的居民 安全是第一 第二个那当然是因为这些篮球架也都是属于里 社区这边所有 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更动 其实我们也必须也跟地方的里长 跟地方的社区来好好沟通 那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我们会来做这方面的安全的部分的改善 市议员简幻中表示 篮球场引起热议 却提升篮球场的借用率 建议可以多办活动 活络整个哈马星 网友里面也有多 其实也有多比较好的建议 包括安全性的部分 那我也期待杜发局可以 针对这部分可以去做一些重新设计 那第三个部分 等一切设计好 期待杜发局可以 在这个目前全国最网红的篮球场 来办一个活动 原本是荒废空地 但借由改造后 带给当地民众一个耳目一新的运动场所 虽然在网路上议论纷纷 但也成功引起话题吸引人潮 港东新闻满家洪晋亦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